古罗马列伯五年祭给令家族举行缅怀传统舞会 并嗜酒分享给参加的亲朋好友 其中滴杯酒是特别给予西湾家族德鲁高伟人主任 因为该家族也就是民国59年 当时的乡长萨比亚高德城 协助古罗部落恢复排湾族马列伯五年祭祭典 所以颁受滴杯连杯酒的尊荣 德鲁的荣幸之余 希望古罗族人能从这颁杯酒省思建物共荣共享 刚好他那时候是时任乡长 因为他有责任向政府申请 就这个姻缘这样子 等于是说一个尊崇到你们哪里 我爸爸他们感恩的关系就有一根刺球 以前我都有持肝过 大概好像第九届的时候我还有持肝 很多原因 话说民国59年古罗村的头目 齐劳以及族人等有意恢复 伤情时任乡长的高德城先生 报警由官单位申请办理马列伯祭典 经过核准后竟招人向内政部举发 说人头记死灰复燃 当时尊崇和部落齐劳险遭法办 所幸最后得到澄清与平凡 排湾族马列伯五年纪祭典于是解禁 从此各地祭典才得以遍地开花 凡是平东与台东排湾族部落都不约而同的 恢复了每五年与祖灵的人神盟约 我那个就一恢复就有啦 就有持肝啦 一恢复就有持肝 我自己本身就有持过两届 之前的话我就还是随生时代没有在家里 就没有那个姻缘机会到 我参加过两次啦 一次还在来 那时候还没有高中 还是国中啊 比如说 在那个宿舍这个地方 那时候还是一个广场 那边参加过一次 我们是 我都是参加古罗的 第二次也是在古罗国小 后来搬到上面的祭场 我们就没有持肝 那时候在来高中那个场地的时候 第一个球是我吃到的 那时候 第十届 还有这十一届就没有持肝 其实鲁西湾家族云非古罗系统 但是因为协助恢复玛利伯的时期 鲁西湾获得既干殊荣参与持肝技艺 但是人们总是特别的健忘 试过竞圈之后似乎遗忘了 先人努力恢复传统文化的精神与血汗 如今竞相权谋与排挤 而曾经是最大功臣的鲁西湾 在非我族类的意识形态下 本次祭典也只能作弊上官了 还好曾经拥有的殊荣 在鲁西湾家族舞会中获得第一杯酒的肯定 记者陈伦昌在屏东古楼的报答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